啊 沒錯啦 上次試風扇可能大家覺得沒什麼特別 只是用那些絲帶 今天就來玩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用蠟燭和氣球 Let's go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大家試完見到其實循環風扇真的可以令到氣球在半空中循環 這個完全是體現了循環風扇的威力 再加上我們用到這個4米的距離去測試這個蠟燭 雖然第三、四支不可以 但仍然看到風力是出到蠟燭的光是在動的 所以沒錯 循環風扇的確厲害